城市浪人從2013年開始 每年舉辦大型流浪挑戰賽 用遊戲化教育的設計 讓學生就像打怪破關一樣 在城市中完成任務 劃出舒適圈 我們想跟你一個擁抱 就是我們有一點方便嗎 小心有車喔 我們後來發現 要讓學習動力 你還不是那麼那麼強的年輕人 去做自我學習 做自我成長 你沒有辦法把這些議題 就丟在他臉上 這樣說 讀完他 然後變好這樣 他不能理你 然後你就覺得 又是另外一個很教條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把城市當成教室 有一個很重要的主因 是讓他拉到 真的社會現場裡面去 看到社會上的需要在哪裡 然後這需要為什麼會產生 城市浪人至今已舉辦67場挑戰賽 完成兩萬九千五百個任務 影響八千多名學子 不只在台灣跟擴跡香港 中國大陸 美國等地 漸漸影響超過十萬人次的青年 流浪挑戰賽規則 三人一組 三十多項任務 三十天內完成 任務規劃脈絡分為四大面向 自我覺察 冒險挑戰 連結再造 社會參與 從不同角度讓參與者 能建立自我與社會的連結 冒險挑戰 體驗視覺和語言功能障礙 培養同理心 感受不一樣的生活體驗 連結再造 比莫的悸動 寫一封信給自己最親近的家人 每一項任務背後 是累積的經驗 以及專家學者的理論 起始於夥伴們 每一年都會更新不同的內容 讓參與者可以有更深刻的成長 現在他們正在討論 2018挑戰賽的任務 三十個任務 我們剛剛在討論的是 我們自己設計的十六個 就是 一個是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 真的給我們 對 所以我們剛剛在討論 這種東西就是在你完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 你可能很難討論這件事情 另外一塊我覺得比較像是刺激吧 就是你只要刺激他 Eileen是希慈創業一開始的實習生 同時也參與城市浪人挑戰賽 現在則是團隊中重要的夥伴 參與他們的活動的時候 經過程上的人的攤位 然後看見希慈在介紹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非常感動 就是在攤位前面覺得快哭了 因為就覺得說 如果我唸大學的時候 有成長人存在的話 我說不定就更早可以有機會知道 自己想要做什麼 已經在工作的Aileen 不安於現狀 希望能繼續探索自我 決定報名實習計畫 一週五天上班 剩下的兩天假日 則是在城市浪人實習 達到的能力跟素養 然後你再來選 你應該要創作的那一個 就不會比較好 實習結束後 Eileen到不同公司嘗試 最後還是選擇回到城市浪人 我的三份工作的轉換是 薪水越來越少 然後工時越來越長 但是幸福感越來越高 參與了挑戰賽 好像也開始找到一些自己 應該是什麼樣子的這件事情 會讓我覺得 我的使命感原來就在這裡 我在影響這些學生 也在影響我自己 設計完新的任務 準備出門測試 這次的面向是連結再造 藉由實際走訪某一個地區 找出值得被認識的原因 希望讓參與者 好好認識自己所處的地方 我大學念社會系 然後在社會系裡面 我們老師那時候就會設計很多課程 是希望我們可以去 不同的社區或是團體裡面 然後去研究社會的現象 那當時候對於社會系的學生來說 這其實是蠻正常的 一種天氣調查的練習 但我常說在裡面看到很多 我覺得很值得被其他人了解的 各種社會現實跟現狀 但大部分人好像除了社會系的學生 會看到這些結果之外 大部分人好像都不會看到這些內容 當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我們可以不理解社會裡面的樣子 我們還是可以活下來 因為我們唯一的群體 好像只要搞定老師跟學生 同學就搞定了幾乎所有的事情 可以一等到畢業之後就不是這樣 當我們開始工作的時候 你的消費者 你的主管 你的同事 你的夥伴 你的親人 你的家庭 都有可能會有各種地方的人 我們開始跟你產生互動 因為里長通常都是最了解一個地方的人 所以如果可以找到他的話 我覺得我們很多答案就會找到了 那左小邊 把城市當成教室 有一個很重要的主因 是讓他拉到真的社會現場裡面去 看到社會上的需要在哪裡 然後這需要為什麼會產生 然後這把城市當成教室 找尋里長的過程 他們沿路觀察社區街景 看見宣傳的文案 居民的年齡 一點一滴了解社區 最後 妻子他們終於找到里長 聊天的過程 獲得在地人推薦的小吃店 還有熱情的招待 那就是年輕的幫忙 對 年輕的 我覺得那個建立關係也是 我們為什麼要把城市當成教室 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讓他自己在之後 開始可以做各種選擇 不管是消費啊 或是人際交往 他可以考量到 更多其他的人的需要 遊戲化教育的背後 有許多理論以及經驗的累積 每一個任務 都經過無數次的測試 確保參與的學生能有所學習 看見參與者的成長 息此希望能擴大影響力 從教育體制外走進體制當中 其實透過我們一開始 辦這樣一直辦 一直辦比賽 然後慢慢發現 有些學生在裡面有收穫 有成長 比如說free hug 擁抱 他們覺得收穫很多 然後就問他們 那為什麼會有收穫 然後怎麼來的那段過程是什麼 我們才會發現 剛剛提到這四個面向 裡面的核心能力 都是在這類型的任務裡面 會能夠訓練出來 一個年輕人的使命感 是怎麼被養成的 那其實也有一些 相關的理論提出來 剛剛提到這四個面向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關鍵過程 如果他能夠經歷這些過程的話 會比較容易去堅持 他想做的事情 謝謝 謝謝